2010年的6月1号 中国湖南永州市 一个压钞员 手持冲锋枪冲进当地法院 一阵扫射 三死三伤 举国震惊 这哥们都有多大的气啊 多大的恨啊 牛逼 尤其啊 中国是个进枪的社会 在中国拿到枪就不容易 拿到枪之后 还能冲进当地法院 开枪扫射 这确实是骇人听闻 在美国这种事都不常见 美国枪手最多也就是冲进学校 对着那些弱小无辜 开枪扫射一下 法院 美国枪手都不敢啊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嘛 所以他们也没有这种紧提醒啊 朱军跟当地法院的纠纷啊 是从2005年开始的 在那年啊 朱军花十万块钱 从他一个朋友那儿 买一套商品房 当时都规定好了 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交房 但是这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啊 这个卖方啊 违约了 没有把房子交出来 这朱军就不干了 跟卖方反复沟通 无果就把对方告上法院了 案子不复杂了 方跑到法院 对啊 要按照朱军的爆脾气 应该拿点冲锋枪 直接去卖方家里去 一针扫射才对啊 这种民事的案子 其实很简单 法院判起来也没那么复杂 本应这样 但没想到啊 就这么简单一案子 法院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才把判决结果发下来 那法院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太久了 虽然是朱军胜诉了 但是呢 这被告 这卖方 不肯把这两万块钱的违约金交过来 朱军没办法啊 又跑回法院去 申请强制执行 大费周折之后 最终算是把这两万块钱拿到手了 但在这个案子处理期间啊 处理的速度这么慢 让朱军就认为这法院有问题 有可能吧 可能关系比较好啊 有个熟人啊 所以把案子拖一拖啊 完全有可能 这又过两年啊 朱军又跟法院发生了交集 这一次呢 朱军是被告 因为一个经济纠纷 在这个审判当中 朱军败诉 败诉之后的朱军啊 这次就觉得法院对他非常的不公正 对这个法院的不满达到了顶峰 官司打输了 有点不满也正常吧 朱军对于法院的不满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因为当地这个法院 早就臭名昭彰了 到处吃回扣是公开的秘密 比如说在2006年 当地就发生过一起 11岁的女孩被强迫卖一案 法院最终的判决就饱受争议 他明显偏袒了恶势力那方 在2008年 这个法院又爆出了一起回扣的丑闻 有一个企业本来是胜诉了 应该拿到98万元的被告的赔付 但是这个法院呢 以各种各样的名义 这扣了60万 说是费用 这98万就剩38万 然后这个胜诉的原告 去申请执行的时候 这负责执行的法官 又要了20万元的回扣 这98万胜诉的案子 落到原告口袋里 就剩18万了 这法官是他妈过分啊 这还不是一个法官的问题 这牵扯到审判庭 执行庭 应该是上上下下都有问题 这个法院在当地啊 真的是名声是臭了 有很多当地的律师就讲啊 他们每次跟这个法院 打交道的时候 或者执行案件的时候 这法院明码标价 20%到40%的回扣 这已经是属于公开的潜规则 而且还经常原告被告 两头拿 找原告要钱 找被告要钱 这如果这当事人啊 你关系不硬的话 你没有行贿的话 你本来该胜诉的案子 你也能败诉 那本来该败诉的案子 那你就败的更惨 这朱军啊 为了他败诉的这个官司啊 就多次去当地法院 反映情况 但每次啊都是被 扶衍了事打发掉 他不服 他还跑到当地的 纪委监察部门 举报了这个法院 但是也还是门人理他 这一通操作下来啊 这个朱军心里的 对法院的仇恨啊 就日益的加深 除了官司上的这些烦恼 朱军的个人生活当中 也碰到了很多的不幸 包括离婚 包括自己患了癌症 朱事不顺 他的内心啊 也就慢慢的 就变得开始更极端了 性格极端 又碰到不愉快的事 干一点极端的事 也能理解啊 就在第二起案子 之后的两年 朱军忍不了了 2010年6月1号这一天 大家都在欢度儿童节 但是朱军这个大孩子 一点欢乐的心情都没有 他在心里酝酿了一个 可怕的计划 他准备报复 那天上班的时候 他看上去跟平常一样 跟他的同事啊 一起去领了枪 做着压钞出警前的准备工作 但是就在出发之前呢 朱军跟同事讲 哎呀身体不太舒服 今天去不了了 这同事觉得有点怪 但是也没多想 那毕竟朱军身体也不太好 临走之前啊 有一个同事还提醒他 哎你刚才领枪了 你别忘了把枪还回去啊 朱军当然是满口答应啊 当然他心里那个邪恶的计划 他早就想好了 他一个人回到更衣室 把制服脱下来 带着枪就悄悄的离开了 我几年以后想起来去杀人 这哥们活得有多不容易啊 离开工作单位的朱军 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地的法院 他穿着一个非常宽大的衣服 进入法院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他身上残有枪支 在中国 公检法这种部门 谁敢冲击啊 所以安保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松懈的 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 朱军就混入了法院 他对这个里边非常熟 毕竟来过好几次了 不管是他两个官子也好 还后来翻来覆去的反映情况 想翻案也好 他直奔法院四楼的办公室 当时法官们刚开完例会 三三两两的从这个会议室里面走出来 这哥们到对电话了 到得早一点 那岂不是办公室全是人 这个人走得差不多了以后啊 这会议室里面还剩下三名法官和两名书记员 在那收拾文件 这大门啊也敞开着 这朱军看到之后啊 就直接走了进去了 那有人就问啊 哎你干嘛呢 有什么事吗 朱军一言不发 猛的就从衣服底下 从后腰上就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V型冲锋枪 对着办公室里的五个人就开始了一阵疯狂的扫射 这办公室的人哪见过这阵势 瞬间就乱作一团 冲锋枪的威力也非常的大 这屋里的五个人立刻全部中弹倒地 这枪声大作也把楼上楼下的人都引来了 有一名女同事还跑进来查看 这就是没经验嘛 枪响了你还跑进来干嘛 当他跑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场景就吓得啊 想出去报警求援 但是被朱军看到了 没等他走几步 一颗子弹就把他给扫倒了 当时就造成了三死三伤 有听见枪声的其他人就迅速报警了 这时候朱军看着眼前的血流满地 他脸上却露出了极度满足的笑容 他感觉自己是做了一个大好事 他又举起了枪 但这一次他对准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一声枪响 朱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哥们极度的悲观 根本就不想活了 拉几个垫背的 那他到底枪杀的那个法官 是不是判他案子的法官啊 这已经不重要了 警察赶到之后 现场一片死亡的寂静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案件发生以后 许多当地的市民啊 自发的跑到法院 跑到这个案发现场 来为朱军送刑 他们在法院门口 献花圈摆横幅 不是纪念法官 是纪念朱军 尤其是有很多 受过法院冤屈的当事人 都纷纷的站出来 讲自己的遭遇 拿着诉状啊 拿着上访材料啊 就跟围观的记者去讲 这个法院怎么怎么布公 自己曾经遭受过 什么样什么样的待遇 希望得到媒体的曝光 说朱军干了一件好事 在他们的眼中 朱军是个英雄 而不是一个罪犯 看了这个法院 是他们有问题 都引起名分了 肯定是干了太多 天怒人怨的事啊 否则老百姓 怎么会这样呢 朱军跑到法院去 大规模的枪击啊 有很多人 把他当成英雄来对待 这就说明啊 朱军的这个行动啊 他确实唤醒了 当地民众 这个内心的怒火 当然他这种 极端暴力的方式 肯定不应该被推崇啊 他的这个反抗行为啊 揭示了一个 非常让人不安的一个现象 法院在一个社会当中 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个堡垒 你作为一个市井小民 你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 你怎么解决 你可能先找警察 警察解决不了 你找政府 政府解决不了 你的最后一关 你去哪 你指望你所处的这个社会 能够给你一个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你最后一个地方 你能去哪 当法官不能给你提供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生活 你会感到非常的绝望 你会没有信心啊 你会没有安全感 那他还能做什么选择 当他不相信法官的时候 只能自己去解决啊 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啊 他也没钱啊 没权啊 没事啊 他能有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啊 他只能自己冲上去啊 暴力是他最后的选择 没错啊 所以最后再导致了悲剧发生啊 法庭作为社会公正的象征 一旦失去了他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 这种悲剧就会必然发生 很多市民去自发的悼念诸君 这种反应也揭示了当地的普通人啊 对于当地的司法系统深深的不满和不信任 要再积累一下 你很难想象当地能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集体暴力啊 太恐怖了吧 那么